我们来看马总统最喜欢说他一路走来时终如一 但是对中国的态度其实不一样 他的态度 他的考量 他的强硬程度 完全跟他的选举利益息息相关 我们来看 645周年 马英九当时是台北市长 不只投书报纸 还参加座谈会 呼吁中国要勇敢面对历史 台湾处理228事件 白色恐怖冤案 错案 假案的事件 乃至于美丽岛事件的过程跟结果 都很值得大陆来参考 强硬的口吻公开回应六四 时间再往回推到20年前 1989年 天安门事件爆发 马英九当时是研考会主委 公开谴责北京报刑 还捐款一贯美金支援六四学生 2005年和06年 马英九当了国民党主席 接受媒体访问时还强调 要批反六四天安门事件 声援法轮功 更批判反分裂法 也说中共迟早必须在政治上 为1989年的民运批反 到了2007年 马英九还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 投书媒体 口气一样批判 中国大陆打压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 就是中国政权反民主政权 反民主本质的鲜明表现 直到2008年当选总统后 马英九的态度开始转变了 不再提平凡只发表200次的新闻稿 肯定大陆的改革开放 六四事件我从1989到现在 每年都参加 未来我基本上还是会参加 但是方式也许会做一些调整 甚至今年的六四20周年 马英九才刚刚结束中美洲访问 人还在国外 没有公开纪念仪式 也没有谴责要求平反 反而肯定大陆的人权进步 上任前马英九对六四严厉批判 上任后对六四轻轻带过 从高分贝到晋升 马英九对六四的立场变变变 夏令新闻综合播导 我们来看看 其实这个BBC的中文网 也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看 他针对这个六四十九周年 跟六四二十周年 都做了这个总统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转变 十九周年他当选了 他翻转了对中共的评价 这个语调跟调性是大幅度的翻转 那么在前一年他还没当选的时候 他一开头就把六四定位为 中共政权以武力血腥 爆压学生的民主运动 结果他做总统 两岸关系要和缓了 所以他的话锋一转 六四说不不不不说 这个发生大地震 中国官方抢救灾民的迅速 大陆首长对灾民的关怀 灾难跟抗争新闻报导的开放 把抗争一堆就知道了 这个当时那人可能是想说 关系比较好了 但是因为前一年才骂他血腥镇压 所以不能当太快就当时说 救灾很快不知道要做什么 再来一年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 他就说这十几年来他注意 北京比过去更注意人权议题 称赞中国当局 改革开放三十年 十年来大陆当局比过去更注意到 人权议题 你现在不是说 你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 说他更尊重人权议题有进步 你今天走一艾薇薇批评 中国的人权 你在冲三回 为什么你走一艾薇薇讲三回 你如果真的有好好的要 推荐艾薇薇的作品 你为什么不召请艾薇薇来 为什么对于艾薇薇的整个散烂 你都是冷出力 我觉得他